全世界的水族館有的所在欠 有的所在太多 聯合國的世界起上祖籍 十幾月發出警告 說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 集水區都已經變款了 有三十六億人會受到這個影響 這也是氣候變遷影響人類的状況 全球差不多三十六億人 當年有一個月時間 沒辦法得到有夠的水族館 根據聯合國世界起上祖籍 一個新的報告 氣候變遷跟人類換當 讓全球的水族館是去變形 約半半的世界 有經過增加的災害 約一半的地球 有經過增加的災害 我們知道 一度的水族温暖 代表我們有7%更多的溫度 在環境中 在環境中 全球中的50億以上的一水區 出現偏離正常順暖洪 其中大部分變地更加大 中國中間就是一個 世界起上祖籍 十二公報日空一年 全球水族館的綜合報告 因為大手 結段降火 和平川用較近 全球水的順暖 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這都等於 對水的族館構成威脅 大部分的氣候宅蘭都跟著有關系 后几月夏天发生受风和作团队 水大吃快 土来水分和河川的流量减酒 農業生散受到充劫 部分水力发电厂也因为缴冷却水关系 世界企专组织 保有国势要合作 改善跨境感控 并且供应助行 公司新闻文良彬悠